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消失九个月 迪丽热巴称工作太累 网友为何担心她成为下一个无欠 消失了九个月的迪丽热巴 也终于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并且晒出了复工视频 迪丽热巴曾表示自己工作太累 但还是有网友称 这一次迪丽热巴的容颜和之前有所不同 从她发布的复工视频中不难看出 她的状态就像是产后刚出月子的状态 要知道作为娱乐圈首屈一指的浓颜系美女 迪丽热巴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注重自己的状态的 这一次在视频中整个人素颜 眼带略微浮肿 少女感也没了 以我们网友的话说就是眼中没有光了 更有网友发表言论 称迪丽热巴的眼神就像当时赵丽颖刚生过孩子付出时候的样子 整个人身材也有一些垮 并没有以前的曲线分明 而且整个人柔和了下来 浑身散发着母性光辉 像哺乳妻的宝妈 种种迹象很像在哺乳妻的妈妈 联想到前一阵子迪丽热巴和黄景瑜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虽然她的工作是一直在辟谣 但是现在不免让人产生联想 要知道当初传出这个谣言的时候 广大网友们非常不乐意 因为黄景瑜之前已经走过一次婚姻 并且还被女方单方面爆出过家暴 虽然无从证明 但是本着无风不起浪的原则 粉丝们也是坚决不同意女神和黄景瑜好上的 其实热巴的状态改变 很容易让人想起另外一名女星吴倩 当年的吴倩在正荡红的时候选择了引婚生子 最后却离婚收场 当时大家都猜测吴倩和张宇健结婚生娃了 两人都没有发表声明证实 但后来吴倩产后付出的状态 也被眼尖的网友们发现 大家纷纷猜测她已经生育了 虽然当时也是极力否认 但是时间向我们证明大家吃得瓜 吃的是真的 网友们都表示害怕迪丽热巴布上吴倩的后尘 虽然迪丽热巴和黄景瑜在剧中的迎平情侣形象 也是郎才女貌 但是在现实中网友们表示 还是不祝福这二人在一起的 毕竟黄景瑜在生活中的黑料不少 当初吴倩和张宇健在一起 大家反对的声音 吴倩也是一点也听不见 虽然婚姻如饮水 冷暖自知 但是有时候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不被大家祝福的婚姻 注定落败 最后吴倩在这一场婚姻里也是输得一败涂地 而这一次热巴的付出 也是让大家联想到了吴倩 我们也希望美艳的热巴可以睁大眼睛 祝福她找到自己的幸福 能够结婚生子也是美事一桩 但是如果是黄景瑜 大家还是不买账的 其实在这个年纪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 粉丝们还是愿意祝福的 也在这里祝福迪利热巴可以拥有自己的幸福 但是也避免恋爱恼 要看清楚对方的本质和品德 这才能真正的幸福 对于粉丝们的操心也希望迪利热巴可以感受得到 刚复工的热巴真的超美 3月2日 迪利热巴现身某品牌的直播活动 再次在网上引起了一波躁动 全网热议 今日还出席了交运师的品牌活动 身穿一席金色闪片紧身礼服 露出美丽的蝴蝶骨 沙漏腰格外吸睛 简直太惊艳了 不愧是迪利热巴 能驾驭更种服装造型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